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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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我們經常講物管股 正論上來說 每一平方米,香港平方尺 單價都是兩、三、四、五、五元 不會差太遠 但是管理面積增加 就會令收入提升很多 這個收入,或者管理面積 其實是來自兩部分 一是來自媽媽 一是來自第三方 我想講多一點背景 大家知道去年賣得不好 短期內,由媽媽給我的東西就會少了 看看有沒有第三方拼購 正常來說 我們去做收購合拼 除了一些有型資產之外 我們會把一些無型資產 進入,例如客戶關係 管理層,品牌等等 這些無型資產 是要每年做攤銷的 這個時間究竟是三年、五年、十年 就跟核素師說 好了 有型和無型 計算出來之後 數目都不對 例如我用五十億收購 有型和無型都是四十五億 剩下的五億 其實大家都解釋不到 那些是入商譽的 商譽是不入profit and loss 但要每年做review 假設有一個貶值的話 就先入profit and loss 所以同一個收購裡面 除了有型資產之外 無型資產 就會每年做攤銷 直接入profit and loss 減你的盈利 而商譽 就是每年review 沒有病沒有痛 就放在這裏 因為解釋不到為何會在這裏 簡單來說就是買貴物 商譽每年做review 如果有變動 才入profit and loss 所以這次的說法就是 簡單來說就是 有些商譽可能要做減值 以及有些無型資產 是根據每年要做一個攤銷 令到所謂的盈利受到影響 但你提到股值的提升 我想就很在於大家對內房的觀感 如果大家對內房是走出困境 本身內房是有一個review 即是兒子不需要賣肉給媽媽 影響性少了的話 就騰騰騰騰騰騰騰 應該是由內房的review 帶起才會令到物管公司的股值提升 所以很樂觀去看 物管公司是直播的 第一,收入和盈利可以增加 第二,如果大家在下半年對於內房的觀感 是有一個改善的話 連pc multiple也增加 那就叫做兩樣得益 舉個例子以前 賺10元,然後它值10倍 那價格是100元 現在不是10元,是20元 另外不是10倍估值,是20倍估值 那就不是10乘10,是20乘20 那就變成100變400了 想起都開心了 這個是最樂觀感的 但是我覺得前者收入的提升 盈利的上升機會是大些 但是這個估值的上漲 我想是一個比較中長期才會見到 不敢說著 立即讚好、訂閱和follow我們etnet所有的平台 投資路上,etnet會和你一起並肩作戰